与大家付出了心血和汗水 每一个人都是这网易注视 指哪打哪 演员跟演员之间有没有CP感 不仅影响一部作品呈现出来的效果 也会影响观众的观后感 比如说相差了13岁的杨颖跟来观民 一个长得帅 一个颜值绝美 可是放在一起 却永远都无法让人get到他俩的CP感 以至于作品播出后 没有多少观众去追 跟杨颖、赖观林一样 因为形象问题无法让人get到CP感的 还有最近因为迷航昆仑这部剧 被捆绑在一起的钟楚希跟徐凯 迷航昆仑是一部盗墓类的悬疑影视剧 讲述的是开启昆仑宝藏的唯一传承人丁云奇 在各方势力虎视眈眈的情况下 逐渐壮大探寻昆仑队伍的故事 徐凯跟钟楚希 在剧中也就感情线 一个是海归大少 一个是纯情侠女 说真的 第一次看到徐凯跟钟楚希同框的时候 真的有被违和到 徐凯的长相很贵气 确实有附加公子的形象 在迷航昆仑虚中扮演一个海归掌权者 确实也是很有代入感 印象中 跟他搭戏的女演员 不是个子比较娇小 就是比较有大小姐气质 吴锦言、白露都十分合适 可是 钟楚希的脸太棱角分明 长相也很精明、成熟 本来适合扮演玉姐的她 在剧中却偏偏是一个类似于傻白田的形象 这本身就已经有违和感了 看着她装可爱 清纯跟徐凯对戏的时候 真的一点都不像是她的风格 当然 笛者不是吐槽钟楚希不好看 也不是吐槽她气质不行 而是她本人的形象跟女主的形象反差太大 明明不是傻白田风格的姑娘 却偏偏要拿下这样的剧本 多少有点不太合适 跟徐凯同况 钟楚希表面上其实很有姐姐的味道 如果说她跟徐凯扮演姐弟的话 估计观众还能接受 但演感情戏 还真的让人有点get不到他俩的CP感 只能说 演员跟演员之间 真的不是随随便便就能一起合作演情侣的 徐凯跟钟楚希毫无CP感 算是迷航昆仑虚中一大槽点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说get不到徐凯中楚希的CP感 但迷航昆仑虚 还是有一些让人不忍气聚的地方 比如说35岁的女配张新宇 就成功靠自己的气场 在短短的出场时间里 惊艳了观众 在迷航昆仑虚中 张新宇扮演的角色叫崔胭治 作品还没播出之前 她就凭借精致的长相以及霸气的形象 在预告中抓住了大众的眼球 相比较中楚希演义的傻白甜女主 张新宇的崔胭治 反而给人一种本色出演的味道 结婚后 张新宇的形象越来越霸气 气场越来越强大 迷航昆仑虚中 她顶着一头短发出场 给人一种不简单的感觉 这种耀眼的角色 往往比傻白甜女主更加吸睛 西装革履的张新宇 让崔胭治这个角色 有了一种雌雄难辨的视觉感 而换上了女装的张新宇 又是风情万种 复古绝美 且不说她的崔胭治到底是正派还是反派 作为女配角的张新宇 已经给了观众视觉上的冲击 直接惊艳了一把 本来是奔着徐凯去追的剧 也希望中楚希跟她有些cp感 奈何从形象上来说 中楚希的欲解形象 真的让人get不到她跟徐凯之间的那种cp感 好在女配张新宇真的足够惊艳 光是看她这张脸 都会让人觉得赏心悦目啊 目前迷航昆仑虚正在热播 作为配角的张新宇 其实在正片中还没有出现 但冲着预告 就已经让人有了奔着她也要看一看的想法了 你觉得呢 就已经让人有了奔着她也要看一看的想法了